第28屆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鲍喜静 天水为正日与夜 Hello 大家好 今集继续有电影编唱Midland的访问系列 这一集的主角是鲍姐鲍喜静 鲍姐从影以来参演角色无数 更加在2009年的时候 凭着天水为的日与夜 赢得第28屆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除了电影 鲍姐近年在电视剧的角色 更加赢尽掌声 很感谢徐导演和徐太的安排 可以在鲍姐的拍摄空档 做了一个快闪的访问 看片之前 大家记得按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很开心 我终于都约到鲍姐了 鲍姐你好 你好 我也很开心 看到美女善良 你看看 不但美 而且是聪明 冲心佩服 冲心佩服 我会更加感动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因为自从知道 当年我叠得非常荣幸 可以参与一个小小角色 也不是小小角色的了 然后就知道爆炸有一个故事 很想你来什么时候 所以安排我来陪你 终于谢谢徐导演的安排我们 有来自私人 我知道你今天是你的沙发日了 是呀 转眼间就拍完了 是呀 很快呀 这些时间 我已经拍了 今天是第四天了 因为我们有成四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短短地拍七百天 我和虾头一起 虾头就多一点了 他就拍了成七百天 我就四天就可以了 那我就知道你应该是上个礼牌 有双头 就是 是呀 你的衣服来吧 然后就很开心 看到你有聚焦 跟朋友去喝茶吃点东西 是 时间 那些睡眠休息 那些开计之前都完全搞定了 现在就真的好了 不过又就来了 我刚刚来 因为我之前是英国的 是呀 之前是英国的 已经很艰难 在香港转一转 我以为又再一个大转 你一天真的不能理会 到了时候 觉得自己暈倒暈倒 暈倒暈倒 现在已经好像整个冬 整个冬 我觉得熬得很痛燎 然后日后就想睡 慢慢慢慢 现在 我自己调过来 你来加拿大一个电影制作 之前有没有试过 这个也算是你的 叫做香港团队 这样是大事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是可以参与一部 加拿大和香港一起的电影 真的很难得的机会 我之前有去马来西亚 我也拍过 台湾我也去过 中国大陆也有 但是加拿大真的很开心 第一次 韩国我也去过 韩国也拍了一部电影 对啊 这个组合对你来说都是新鲜之鱼 我们也有新的导演 是 跟他的合作之间是什么 但是我又不是看得出他的新导演 对啊 这个年轻 这个阿添 他总是觉得他很肯定的 他这个剧本就写得很好 他就知道他自己是想要什么 而且他又給予演員有很大的空間 你可以按照你們的理解去演藝 很放心給我們做 所以我很開心 拍出來我相信效果是好的 說起劇本 其實每一個演員都說 你一看到劇本是感動的 而且覺得我真的會想參與這個角色 對你來說是否也是這樣 我看到這個角色我簡直是震驚的 當然他是一個住在老人院的伯婆 還有他的女兒是48歲 還未成為拍歌 還未成為結婚 還有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個非常貼地的老人家 我一生人的髒口都在這部電影講完了 都在這部電影講完了 爆謝 笑到我自己看劇本的時候 好像說不到 我自己看劇本的時候 好像自己覺得自己說不出來 我真的說不說到呢 這些對話這樣 好想一拍出來 在整個環境底下 又很自然地說了出來 因為你想想你參與了這麼多角色 有這麼多豐富的經歷 唯一可能這個 這個是很大疾貨 因為我就說很厲害 你就知道我想問你 因為我知道你的劇本這個 簡直是破格之餘 大家都會有想 我好像要跑車做這個角色 在他的嘴巴這樣演戲 究竟是怎樣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在看我 看你怎麼說髒話 那樣的角色 所以我們不劇透故事 但是劇透了這個角色 劇透了這個角色 你們真的要期待 因為我很相信你一個更重要的演員 你代入了這麼貼地的角色 你就是混言天成 你就已經好像是機關窗 就可以射出來 今天殺科之後就不會丟走 不會無緣無故 是 我會這樣擔心自己突然間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這些是民間的座語詞 其實真的沒有幫助一個人的感情 我會實在是有點外傷她 藍化我經常這樣 Youtube就是可以嘟 嘟 藍化我看是否知道 你可以演繹一全出來 如果我不覺得那些字 我就嘟了 好嗎 可以嗎 行不行 好忍得 好震頭 在那劇中有一位黑人故事 照顧我 我每天都很壞 於是她就懂得說 好啊 Good 非常好 就是這樣 你教她 她的音是否正確 L音是否正確 那當然沒有我們演得那麼正 但是OK 很正 要有些時間慢慢跳出來 今次知道你和Hato這個舞女的感情線 雖然說拍攝的日子不是非常之長 但是昨天我和Hato聊天 因為你們倆其實一對面的時候 或者一熬到見面不聊天 都已經很有那種感覺 是啊 其實Hato我自己很熟悉的 因為我曾經和她一起拍過戲 我亦都看過她這樣 我知道她是一個很好的 她是一個美麵 很專業很成熟的演員 她也是第一次做這種角色 因為她一向都是經常做喜劇 那些東西 是的 但是這些比較 有些很內在的戲 她自己本來說 哎呀我也是第一次做 但是她們做得很好 是啊 真的很好 那兩個人就 不知為何 其實一見到就很有問題 就是很有問題 因為背後工作人員 看你們做的時候 有些螢幕 你看到她們已經被你們吸進去 我在後面也有時候探望一下 我也看著 所以我還未見識完全部的場景 但我真的很期待 對呀 我自己也很期待 對呀 我自己也很期待 對呀 拍完這部電影 會不會休息一下 又到處去玩一下 對呀 對呀 真的會比較多一點 嗯 我回到去 可能會 現在正在聊天 即刻要投入一個劇 哦 即刻會投入一個劇 是一個香港的Discuit 不過就是在江門 就是這樣 哦 正在聊天 我都很期待 當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我希望能夠成功的話 是因為我很想 我很久沒有跟張家輝一起合作 所以這個劇如果是能夠 是會是跟她一起 我覺得 我很久 我真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拿獎的時候 就會跟她拍過一部記 嗯 接著就沒有了 十幾年都沒有曾再可以撞到 所以這次 哎呀 如果撞到她就很開心 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 爆喜正 清水為清日如夜 我老公已經離開了 那我就只剩下你 現在這個狀態了 演繹了很多很豐富的角色之後 其實還有些什麼是 接下來挑戰 我也有興趣接著呢 其實真的 但是你說演藝那個 扮為大到不得力 是 你怎會演到所有角色 是 所以很多角色都沒有演過 想的呢 或者是挑戰呢 想的 我也想挑戰自己的什麼 你看我的樣子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是臨伯伯的 你現在這個氣服 就是臨伯伯的那些人 我想試一下 如果我很強硬 譬如我律師 醫生 法官 你明白嗎 我也想自己看看 我可不可以有一個不同的 很有威嚴的 很有威嚴的 有威嚴的 那個也要等機會 剛才就說到 這一次這個突破 已經完成了 這次很開心 演員就是希望有突破 希望有不同 所以這一次 我相信會帶來給大家 是一個很不同的爆起席 是啊 我們都很期待 還有律導演經常說 我們這部戲 是一定要參加很多影展 所以爆姐也要記錄一下 我希望這部戲會成功 你去很多不同影展 這部戲 不論是幕後 你看看我們的動員 攝影 我們的監製 是出心出力的 還有這麼多演員 好的演員來幫 照顧一下你 是阿譚 蝦頭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 凡是有一個大眾的營聚力 它通常都會成績不錯 是嗎 是啊 所以我也很期待 你接下來會去看劇本來說 怎樣才叫做一個打動到爆姐 我覺得我會想演的一些元素呢 很多時候要看那個人物 還有看那個劇情 還有看那個份量 這個都要在很多方面去看 雖然有時候可能它份量很少 那個長數很少 但是它很突出那個東西 我覺得都應該要考慮 就是這樣 所以 不要緊的 記錄資 執安資 還有這些是隨遇而安 上天會給我什麼機會 我都會接受 接下來剛才你說會有一套劇 希望拍到 是 希望拍到 是的 預祝你成功 好 另外就是休閒生活 公餘的時間 通常會喜歡做什麼 現在公餘的時間 只要是不工作的時候 當然是很想看孫子 兩個孫子 一個十歲 一個快要十歲 一個就已經八歲了 就是很想多些見一下他們 多些陪下他們 還有趁他們現在小時候 都還懂得抱著你 哎呀 抵一下 抵一下你 大一點就不會的了 所以要爭取多些時間陪他們 希望你爭取時間之餘 也多些休息 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就很期待在這個電影作品那裡 可以看到鮑姐這次的一個 嘟嘟嘟嘟嘟嘟嘟的 這個破格已出 多謝鮑姐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希望我下次在香港見你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